好,那大家好,我是芝芋,剛剛有跟大家介紹過《自在教育》,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一個關於教育,關於我,然後關於什麼叫做創中學這樣的一個故事。 好,那什麼叫創中學呢?我想先從我自己本身的教育說起,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的高中,有人也讀這個高中嗎?可以舉個手嗎? 一位,哦,沒有嗎?好,這是師大副中,好,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非常多花俏的東西啊,什麼就是電眼風泉小蠻妖,寒流五肌零風燒之類的東西,這是我們的教學大樓,那大家不要懷疑,這不是特別日子才有這樣,這是常常出現,幾乎每天都會有的,那這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傳統,就是我們的學校的教學大樓是可以任由高三的學生任意去佈置,不管今天你是生日啊,或是你要觀送哪個老師,你都可以把你的學校佈置, 就是成這個樣子,像中間這個東西啊,這是我在學校的時候,算是設計,然後後來就慢慢流傳下來,它是一個倒數計時,它是就是針對指考這件事情告訴你現在還有一百二十一天就要指考,非常可怕,每天都是倒數的計時,對,這是我的高中,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呢,我覺得我享受了非常好的教學資源,然後也有很多創意的環境,然後讓我覺得就是我在,尤其在社團活動跟課外活動中有了非常多的學習,那我那時候就想說好,那我之後要升大學了, 我理想中大學是什麼樣子呢?我覺得那個大學啊,就是說我可以在大學中,跟我的教授,討論一些就是學術,你也知道嘛,就是討論世界真理啊,然後跟那個老師就覺得,啊我跟你說不是這樣,就是這樣子,然後就覺得,哇那真是一個,討論那個你知道就是那個心靈上的契合,那是一個很棒的境界,就我以為我的大學長得是這樣,然後結果是這樣,那就是, 對,那我大概過了一年之後,我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,那我就覺得,怎麼會這樣呢?就是好像,我身旁的學生啊,我的同學,都不知道大學在幹什麼欸,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在這個科系,好像只是因為,喔,同學覺得這個科系不錯,會賺錢,他就跟著來了,可是學習的理由是什麼呢? 大家其實,很多人並不曉得學習的理由是什麼,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,就是,我就有一天就在,就是我可能也是其中一個,就是在老師的深深催眠之中呢,就進入了夢想,然後就在,要醒來的時候,就是下課,離下課十分鐘的時間,我就聽到一個關鍵字,老師就說,啊,各位同學,我在這邊推薦一本書,那個叫做,《熱愛生川創意學》是本非常好的書,大家可以去廚師館記得看,對人生有非常好的印象, 我在那個,就是你知道,前十分鐘就覺得那個睡眠學習,把突然覺得,啊,我就寄到了這本書,而且聽到這個教授講這本書的時候,已經是我第三次聽到這本書,我就覺得,既然都有三個教授推薦了,不看實在是太可惜了,我就上網去查,喔,線管內閱覽,然後我,真的是太難過了,我想要見回家好好研讀都不行,好啦,既然大家都這樣講,我就去圖書館看一看,等到我到圖書館的時候,已經是六點半,所以我只,距離閉館時間只有三個小時,我就花了三個小時, 看完這本書,然後看完我的感覺就是這樣,就覺得我人生得到了救贖,就是在我之前思考的問題就說,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學習的原因,那這中間,到底他們缺了什麼,我們的教育缺了什麼,沒有告訴我們學生,到底學習的理由是什麼,或是他們真正為什麼沒有找到人生方向,為什麼我們的教育沒有辦法給他們這部分,他們缺少的是什麼,我在這本書找到了答案,但還不值於遲, 在之後呢,我又看過了這部片,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片嗎,大家好厲害,深夜加油站,遇見蘇格拉底,然後我看完之後,感覺就只有這樣,這根本講的東西就是一模一樣啊,好,所以在那個非常精烈的那個心理變換之中,我的心裡掀起了驚濤駭浪,我就覺得,哇,我的人生走到了另外一個境界, 那為什麼呢,因為我覺得,這兩本書,這兩個作品,告訴我是同一件事,同一件事,但是它其實有三個概念,什麼概念,第一個,看索動機,這兩個作品都告訴我說,我們人,這個概念很簡單,可是很多人都在講,那就是,我們要找到最初你要做事情的動機,對於那件事情,你才有辦法做得好,就像我們知道讀書的理由,你讀書就會做得好,你知道創業的理由,你創業就會做得好,所以你知道動機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,很可惜的,我在之前的教育,並沒有老師告訴我, 這件事情,也沒有課本講這件事情,只告訴我知識跟技術,那這是我覺得相當可惜,第二件事情,創意發想,什麼是創意,創意並不是說創新,並不是我拿出一個新的東西就叫創意,而是從我正確的動機之後,我用一個很棒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,那那個東西就是一個創意,那我覺得這也是我的書上,跟我的老師都沒有告訴我一件事情,最後一個,做就對了,實踐是非常厲害的一件事情,就是你在實踐的過程中, 你會學習到非常相信剛剛有分享創業的朋友,都可以有這樣的感覺,所以這三件事情,是我覺得這兩個作品,都告訴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,但是還不止於此,我以為這兩部作品,講的就這樣了,那就沒了,沒想到,有非常非常多的理論跟文章,都在講同一件事情,很有名的,最近很有名的,很夯,設計思考,你們為了大家方便,我還幫大家翻成中文,非常貼心,補個帳吧,好,第一個,了解客群定義問題,翻譯, 發想,創意,學習,製作,實際測試,講的同樣是三件事,探索動機,創意發想,做就對了,下一個,黃金圈理論,TED上面有可以自己去找,非常有名,那賈博斯呢,就是從Y告訴大家,為什麼他要做這個產品,然後他如何做這個產品,最後才是那個產品,對不對,講的同樣一件事,Y就是你的動機,How就是你如何運用創意去做這件事情,最後才是做,做出你的產品出來, 好,最後一個,Design for Change,這個在全球,現在有70多個國家的小學,都在做這樣的一個企劃,它很簡單,用四步,告訴你感受你身邊的問題,然後想像,你怎麼樣讓你的身邊世界變成更好,然後最後你去實踐它,然後再分享,講同樣一件事情,探索動機,創意發想,做就對了,好,這就是我們看到,所有的理論都指向同一個方向, 那這件事情是什麼呢,傳統的理論告訴我們,傳統教育只告訴我們理論,我們的課本只看到一些,告訴我們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,那工業時代呢,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,我們告訴大家要做中學,什麼是做中學,就是你在跟著師父,跟著前輩,跟著真正在實踐的時候,你就可以學到很多事情,但有些時候,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,我們只知道我們學到的方法,學到技術,那所以我們現在要提出一個很不一樣的概念,我們叫做創中學,創中學跟做中學, 最大不一樣的就是,他告訴你這件事情,為何而做,大家如果有聽過那個福特汽車的例子,就會知道,當初福特在發明汽車的時候,他有問很多人說,你們想要什麼樣的更好的交通工具,大家說,給我一匹更快的馬吧,給我一匹不會大便的馬吧,因為要處理馬分是非常麻煩的,但是福特他回想到,車子這件事情,馬車這件事情,最遠出是要讓人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,所以解決他最好的方式,是發明一個更快的交通工具, 那當時有什麼技術,當時有蒸汽機,有內燃機等等的,所以最後,汽車才會被這樣子發明出來,所以你如果沒有回到思考這個層面,很多創新的東西是不會被引發出來的,這就是創中學我們在講的事情,從創造中去學習,對,那我覺得這個是,我們在新時代,我們很希望可以帶給大家,如果你可以從找到正確的動機,你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做這件事情,然後你真的去運用你的想法,運用你的資源,有限的資源, 然後最後,你去把這件事情實踐出來,你從中的學習就會非常棒,好,所以跟大家分享這個剛剛那個照片,那這就是我們在七月份到花蓮萬榮國中去帶他們創中學,那這個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穿竹服,然後他們是在拍一個MV,那我們到那邊呢,跟他們講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事情,我們要帶他們拍一部音樂錄影帶,那這音樂錄影帶我們就是告訴他們,我們會先問他,你覺得你為什麼要拍這部片,那你覺得拍這部片的理由是什麼,你為什麼選這首歌, 他們就選了那個,我們選了張正月的別夫小女孩,因為這首歌跟他們的原住民的處境,還有原住民的狀況有非常強烈的連結,那他們選了這首歌,然後他們也就是從他們自己自編,自導,自演,然後最後我們就在短短的四五天的時間內,把這個MV拍出來,對,那我想這就是創中學的力量,當你一個人知道,你真的做這件事情的理由是什麼的時候,那那個動力就會讓你不斷的往前進,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,你真正想做的那件事情,而且你知道為什麼你現在在這邊在做這件事情,你知道每件事情的理由之後,你的信心就會非常堅定,你也會一直往前走,那這也是我們工作室,創製工作室在做的事情,那我們目前就是下學期也會在成大跟東吳開課,那有機會的話,也歡迎大家有問題可以來問我,好,謝謝大家。 ,謝謝大家。